施工的技术要点啊 施工技术要点呢 关于整个钢粮制作安装跟前面这一样 后面呢 就是钢粮的这个钢混凝土结合粮下面的支架 施工支架的设计计算除应该考虑钢粮拼接核载以外 同时还应该记住混凝土结构和施工核载 因为你钢混凝土结合粮 装钢粮上面要浇注混凝土 所以你除了我们钢粮本身拼接核载 还应该得知道混凝土结构和施工的核载 这是作选笔的考点 再后面啊 就是混凝土浇注前应该检查什么 也是考点啊 应对我们钢主粮安装位置高层纵横向连接及施工之下进行检查验收 并且呢 钢粮顶面传检器这个焊接经检验合格后方可浇注混凝土 这是2013年考试考过的 叫线胶混凝土结构 以采用叫缓凝造墙补偿收缩性的混凝土 缓凝造墙补偿收缩混凝土 这种混凝土是有的啊 呃 虽然我们平时见不到 理论上是有的 缓凝造墙补偿收缩混凝土 有人说 到底缓凝啊 到底是造墙啊 总之缓凝是主要的 为什么呢 在我们的啊 凝 就是整个凝固要晚一点 啊 然后呢 一旦我们凝固强度 增长强度要快一点 这种 还有后边 钢管混凝土拱啊 呃 我们的钢管柱也在强调用这种混凝土 呃混凝土桥面结构应全断面连续交注 交注顺序 这可是一个重要的能够考案例 顺序了 顺桥方向应该自跨中开始向支点处交汇啊 顺桥方向或由一端开始交注 横桥应该先由中间开始向两侧扩展 什么意思 顺桥啊 顺桥呢 一定是从跨中开始向支点从中间向两边 分离式或者推进式 而我们横桥方向也是从中间向两边 有没有发现 它是要么是分离式 要么推进式 只是不要汇集式 有没有汇集式交注 有 比如地铁车站那个顶板 后面我们会介绍 这里边考试是容易出改团题的 后面也是按例题的考点 叫桥面混凝图表面 应符合我们啊 纵横坡度要求表面的光滑平整 应采用圆浆抹面成活 啊 并在漆上直接做防水层 不宜在桥面另做沙江枣平层 我们桥面做完要做防水 那么在做防水的时候啊 要有一个枣平层或者叫整形层 这个枣平层或整形层在2021年二件考试就出现了啊 这个是一个工序 也就是我们防水的这个基层 那么这个一般情况 我们桥配是粮 甚至现交粮 做完都是要做一个找平层 整平层 然后做防水 但是如果干混凝土结合粮 你不能单独做 你就将我们整个钢粮上面 交注这混凝土 直接啊 给抹面成活 直接就做为我们的找平层了 直接在上面做防水 为什么不能再单独在做 就直接用它 因为我们前面说过 在钢粮表面交注的这个混凝土啊 它已经不是一般的混凝土 它是什么呢 是属于咱们的比普通混凝土膨胀收缩系数要大 但是肯定比钢粮要小 这个时候你上面再做单独交注一个混凝土 找平层 它又是属于普通的 所以将来这个呃 整个钢粮上这混凝土跟进的水积 沙江找平层 它不能结合成一个整体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所以这个也是按例题 改错题的考点 下面我们介绍的是啊 钢筋混凝土拱桥施工技术 呃 这也是属于选择题的考点 以前考的频率也不高啊 呃 如果非要说涉及过案例 也算涉及过 因为考过拱 但是呢 不是考的拱桥 呃 但是主流还是这么多年来啊 将近20年的考核 还都是以选择题为主 而且选择题评论不高 所以对于这种知识点怎么学习 对于这种知识点的学习 你就是有的时候去记一记 说特别抽象 我能理解理解 理解不了 记住他就可以 说既有太浪费时间 你放一放也无妨 因为毕竟他并非高频考点 拱桥的类型与施工方法 在这里边 主要类型 啊 按照拱圈和车行道的相对位置 以及承载方式 分为啊 上城市 中城市 下城市 前面我们在讲桥梁的啊 这些通用技术当中 提到过这个知识点 好 按照拱圈混凝土 胶筑方式为 线胶混凝土拱和 预制混凝土啊 拱的拼装 这是两种 一种是拼装的啊 预制拼装 一种是线胶的 主要的施工方法啊 主要施工方法说 按照拱圈施工 拱架可分为我们支架法 少支架法 无支架法 其中无支架施工 包括 你看包括什么呢 这是选择题 能够考的吧 拦锁 吊装 转体安装 进行骨架 悬臂胶筑 悬臂安装 啊 这几种 还有 线胶拱啊 这个线胶拱桥的施工 这个点 要留意 有点抽象 但是最好 还是理解了 说在拱架上 现胶混凝土拱圈 注意啊 它是整个 跟这梁啊 一样 只不过变成拱了 要现胶 它也是绑钢筋 织膜板 胶住混凝土 拱径大于或等于16米的拱圈或拱类 应该怎么办呢 分段交住 别一次交了 分段位置 呃 拱式拱架 一设置在拱架受力反弯点 还有拱架节点 拱顶及拱角处 啊 这个呢 一定注意啊 就是分段位置在哪分 呃 后面 我们各分段点 应该预留 叫间隔槽 其宽度 宜为0.5到1米 什么叫间隔槽 就是在胶住的时候啊 我并不是整个都胶住 得分段 分段呢 这是留间隔槽 间隔槽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我不把它胶住 分开 有点类似于胶住混凝土的 后胶带 啊 这个原理 这不胶住 因为整个拱那个太大嘛 那么大的一个拱 那将来胶住啊 沉降啊 呃 变形啊 这个时候 你这段不胶住混凝土 就没问题 胶住混凝土 这容易出现裂缝啊 是这个原因啊 所以要留这些叫间隔槽 那么这里边 间隔槽啊 混凝土啊 后面是什么时候胶住呢 带我们拱圈混凝土 分段胶住完成 且强度达到75%的设计强度 哎 然后再进行胶住 后面这个支点 有人不理解 说分段胶住 钢筋混凝土 拱圈拱类纵向不得采用 通缠钢筋 那么钢筋接头应按 应安设在后期 后胶的几个间隔槽内啊 并在间隔槽内啊 焦住混凝土的时候在焊接 有人说不对 你原来说那个是后胶带 后胶带我们记得钢筋 都是整个绑完了 只不过混凝土 给它进行焦住 然后呢 最后就焦住这个后胶带里边混凝土 钢筋 你这个为什么不能通常 注意啊 你那个板跟这个拱 它就有这个区别 拱在整个啊 施工过程中 它会有变形 大家想一想 拱一变形 有整个通常的钢筋 在拱变形 是不是那个已经出凝的混凝土 变形 钢筋跟混凝土 这就会出现分离了 这个时候你给它分割开 没问题 等到在焦住 尖戈头的这个混凝土的时候 你再把这钢筋 给它焊上 给它接上 这个时候就最起码 早焦住的那混凝土 跟这个整个这个钢筋啊 纵向的这个钢筋 就不会产生 因为拱的这个沉降啊 变形 产生钢筋 与混凝土的脱离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我们这儿啊 我们这儿有一个科普的内容 你如果不清楚 自己看看 想一想 是不是这么回事 这拱 它有下架 有变形 后面是关于 装配式横架拱 和钢筋拱的安装 这个考点在哪 安装技术要点 安装 安装的过程中 应该采用全占仪 对什么进行观测 对拱类拱圈的挠度 和横向位移 混凝土裂缝 灯材变位 安装设施的变形 和变位这些项目进行观测 好了 测量是我们这里边考试 喜欢考到的 后面是关于啊 钢管混凝土拱 整个在钢管里边 这种呢 还是比较多 钢管是外面 里边是敲注混凝土 对于钢管拱类 制作符合下列规定 这里边 钢管已采用加热顶压方式 加热温度不超过800度 这就是钢管拱啊 给加热顶弯 实际这里边 大家注意 这一顶弯是不是就变形瘪了 那怎么让它不变形 好 我们可以在弯制之前 给这钢管里边 灌上干纱 特别逆时 两边给焊上钢板 这样在顶弯的时候 你想一想 是不是就不容易变形 瘪了 就不至于出现这种 将来好灌注混凝土 后面 对接缝 因为钢管嘛 就得有害分 对接缝百分百的进行超声检测 并且在钢管拱类上应该设置混凝土的压筑孔 倒流截指缝 排气孔 及扣点 掉点 截板 这是选择题 能够考到的 至于是怎么回事 咱们不用去管它了 这种就是能考选择题的点 我们拿出来梳理一下 后面钢管拱类安装应该符合的规定 钢管拱类成拱过程中应同步安装横向的联系 其实相当于我们敦注的那个细粮啊 有这些 河龙口的焊接或酸接作业应该选择在环境温度相对稳定的时段内快速完成 这中间也是有这河龙 这个河龙不是温度最低的时候啊 温度只要相对稳定的时段 你给快速完成就可以 下面呢 是在教材当中质量当节啊 质量当节 桥梁质量当节呢 它有钢管混凝土 焦住施工质量检查语言说 这更是选择题的考点 注意这里边几句话就可以 第一个 钢管混凝土施工质量控制啊 呃 钢管里边有钢管柱 钢管管有钢管的柱子啊 比如敦注啊 用钢管做外膜 将来这柱啊 外钢管膜不拆除 这就叫钢管柱 然后前面说的那叫钢管管 钢管柱钢管管管都是一样 里边混凝土的焦珠啊 呃混凝土焦住施工质量 是我们验收主控项目 什么是它的主控项目呢 混凝土的焦住的施工质量 呃这句话记住 基本规定啊 钢管上 因为要焦住混凝土嘛 应该设置混凝土的 前面说过啊 压住孔啊 倒流截指缝啊 排气孔啊 而且这个混凝土 钢管里边要焦住混凝土 这混凝土应该具有效 低泡 大流动性 收缩补偿 延缓出凝和枣墙 这些功能 是不是跟我们的钢混凝土 结合量特别像啊 补偿收缩啊 延缓出凝 枣墙 这都是一样的 这就是我们的钢管管啊 清楚的看一看 呃 关于钢管柱混凝土的焦珠 这里边呢 我们注意以下两个点就可以 混凝土一连续焦住 一次完成 第二个呢 就是中凝后应清除钢管柱内上部混凝土的浮浆 然后要焊接临时封口 也就是说你这根柱子焦住完混凝土 你给浮浆清理 要给它焊上一个封口 整个给密封起来 这就是我们的钢管柱啊 里边有钢筋 本来是个外膜 然后呢 焦住完了 这外膜也不拆了 上面还焊一块钢板 给它封堵 那么钢管 呃 拱的这个焦住 准备 应该检查混凝土 不是得设置吗 设置之后 你得检查这混凝土的压制 呃压住孔啊 倒流截指缝啊 排气孔啊 保证畅通 呃 其他的没什么 好 这就是整个在焦住钢管混凝土 焦住作业啊 应先蹦入适量的水泥浆 再压住混凝土 把这呃 整个管啊 内地润滑 直至钢管顶端 这个排气孔 排出合格的混凝土 这个停止了 压进的混凝土 整个从上面排出 气体排出之后 混凝土排出 这没问题 压住混凝土完成后 应该关闭 倒流截指缝 让那个混凝土 别整个回流过来啊 只能过去 别回流过来 后面呢 是关于斜拉桥施工技术 斜拉桥考试考的更少 也就是我们的选择题的考点 它真的很难出案例 大家注意啊 斜拉桥 你可以看到 这个看得挺好 但是做起来挺难 斜拉桥组成 斜拉桥有什么呢 有锁塔 有我们钢锁 有我们主粮 这几部分 这就是咱们常见的斜拉桥 其实斜拉桥很多的时候呢 这桥作为景观 有的作为地标性的建筑 关于它的施工的技术要点 索塔施工技术要点 什么叫索塔 这上面这就叫索塔 这叫钢锁 好了 那么索塔的施工要点 在这里边 说如果是罗塔施工 以采用扒摩法 如果是衡量较多的高塔 以采用尽性骨架 挂摩提升 什么意思 大家看 这是就是罗塔 这个呢 别看这么小 到附近一看 这个断面特别特别大 然后呢 直接扒摩施工 而我们这就是 有很多衡量 你这个不好扒摩啊 怎么办呢 进性骨架 里边有行钢 作为进性骨架 再进行绑筋 然后再磨板提升 好 还有一种斜拉桥 请斜至索塔施工 这种啊 为什么要这么修呢 就为了景观 我不相信这种受力更好 好 这个是要使其现行应力倾斜度 满足设计要求 并保证施工安全 你别就为了好看 好 倾斜太大 将来这一通车倒了 这肯定不行 后面是索塔衡量施工 要考虑弹性和非弹性变形 还有支撑的下沉 温差 及日照的影响 衡量施工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的 主粮施工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 整个主粮 其实主粮就是咱们的整个桥 只不过它上面斜拉着 下面也有支撑 它是一个组合的 那么在整个斜拉桥主粮施工方法当中 我们知道施工方法与梁日桥基本相同 大体上可分为 这里边顶推 行转 支架法 悬臂法 而悬臂法分为悬臂胶柱和悬臂拼装 由于悬臂法这个适用范围较广 而成为斜拉桥主粮施工 这叫什么呢 最常用方法 只要出现最常用 你就得知道是什么 这是考选择一个点 第二个 混凝土主粮的施工方法 主粮采用悬品法施工时 预制梁段 以选用长线材作 或多段连线材作 什么意思 这就是我们的长线材作 这梁特别长 那么一段一段做的 它整个作为一个长线材作 这个梁的线形啊 它就比较一致 将来呢 在拼接的时候也比较容易 好 下面是关于斜拉桥施工监测 这个也是重要内容 施工过程中 必须对主粮各个施工阶段的 拉索锁力主粮标高 锁塔内力及锁塔位移量进行监测 重点内容 那么施工监测的主要内容 首先 变形应力温度 而且对于变形和应力都包括什么 这得知道 那么变形 主粮的线形高层轴线插 锁塔的水平位移 应力拉脱锁力 直做反力 以及凉塔应力在施工过程中的变化 好 这都是选择题 那么我们选整个的斜拉桥 有没有可能考出案例 太难 真要考出来 注意啊 有可能是什么 有可能就是我们的整个锁塔 整个它的滑膜 这个整个它的混凝土焦住 但是这些又是混凝土的通用知识 所以说在这儿不用担心 拱桥斜拉桥 它不登大雅之堂 关于桥梁的上部结构的内容 我们就全部介绍完了 当然我们说过 这些还不具备就应对考试 不是说把桥梁的上部结构 把教材这儿掌握到这儿 就能完全应对考试 现在考试 它一部分内容是来源于教材 另外一部分是施工中的常识 好了 这节课内容就到这儿 咱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